- 剛陪我們一起看了點店玩生衣 謝謝義龍校長剛剛陪我們一起看了點店玩生衣 現在我們要進行另外一個活動 首先呢,小朋友 你們可以在家裡找一張這樣的紙 因為我今天要做示範 我準備了一張比較大的紙 現在我們要把比較長的這一邊對折 然後折成這樣之後我們再繼續對折 這樣折起來會有四個 所以這樣折起來會看到有四個橫條 然後在打開之後我要請你們換另外一邊 我們要把短邊也折起來 折的時候記得喔 腳交對腳交 邊邊對邊邊 這樣你折出來才會比較漂亮喔 然後這邊要用力的壓一下 這樣這條折線才會比較明顯 用力壓多一下 然後我一樣再對折一次 然後再折一次 因為我們總共需要八個 等會打開你們就會看到了 等一下小朋友來數數看是不是八個 記得腳交對腳交 邊邊對邊邊 這樣子就不用畫線了 來我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哇 真的 哇 真的 所以我們這邊一起來數數看 1 2 3 4 5 6 7 8 所以這邊有八個 然後這邊有算是四個橫條對 好小朋友今天我們要來折一個八成四的折紙 那首先呢我們先折一個邊對邊 腳對腳先對折 好 腳交先對好 兩個腳交對好之後呢壓好 然後下面這隻手用力的把它壓下去 然後記得要用力喔 因為這樣折出來的紙才會比較漂亮 然後一樣再對一次 腳交對腳交 然後邊邊對邊邊 好 對好之後一樣用力的壓下去 好 然後這個時候把它攤開來 哇 我們就有四個 1 2 3 4的橫條了 那接下來我們這邊要有八個 所以呢我們一樣來開始 邊對邊 腳對腳 這樣子就有兩格了 好 一樣壓好之後 下面這邊要用力滑過去 像這個折線才會比較清楚 然後再一次 好 再一次就變成四個了 一樣壓好滑過去 用力壓過去 好 最後一次 最後一折囉 一樣邊對邊 腳交對腳交 好 對齊好之後 一樣用力的滑過去 再滑過去 好 全部都壓緊之後 好 我們來打開看看 哇 我們就有 1 2 3 4 5 6 7 8 這邊是8 這邊是1 2 3 4 4 所以就會有個8乘4的 格子出現了 然後現在呢 我要請大家拿一支筆 我要在上面寫上數字 好 我要在上面寫上數字 好 我要想看你們跟著 我們老師一起做 好 我先這樣子 好 寫在第一個格子的 第一個 對 第一場這邊有寫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好 來看一下 寫好就像這樣子 上面有8個 好 那現在 請你跟我這樣拍 我也跟你這樣拍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是的 很棒 好 所以我們這邊 等會就會這樣子過去 有1 2 3 4 5 6 7 8 我們剛剛有拍過了 那麼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看的書 是跟點點相關的 所以有學到大點點跟小點點 那現在我要請葉蓉校長挑一支 我也挑一支 嗯 是的 然後呢 我先來 比如說我就來想想說 我可能想要的是 先畫一個 在這一行這邊 先畫一個 我想要有一個大點 好 我先說完 大家再開始 比如說像我這樣子 我在1跟3都畫了一個 我覺得算是大點 然後我跟七尾畫了一個小點 所以呢 當我要表演這首曲子的時候 就會是 一樣喔 先數一次空拍就是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有發現嗎 有有有有 就是普普老師 就是第一個大點的聲音 因為是 第一個是大點 所以就是大聲 那第二個因為沒有聲音 就停下來 就不要拍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一樣是 大聲 第四個就沒有聲音 然後到第五個是 小聲的拍手 然後沒有聲音 然後再小聲的拍手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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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創作了一個 我的僕僕之歌嗎 就是 等一下可以配音樂來排 譬如說 那個捕魚歌 對不對 大聲 百 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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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 朗 好 вот 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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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樣要先數八個牌子空的 然後之後再拍 我看一下喔 請問要不要拍? 要拍?不用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哇這樣對嗎? 因為自己畫完都看一下 不過沒關係因為小朋友你可以多練習幾次 因為你自己畫完就是在家裡自己多練習幾次 你也可以到時候畫完之後可以再做一點調整 比如說因為可能畫完之後自己拍拍看 然後比如說什麼地方去可以多一點或少一點 可以稍微做個調整 或是把小點點我覺得不好聽我就把它換成大一點 大一點也是可以 對沒錯 那現在我們要挑戰一個稍微哪一點的 就是我要跟易柔校長我們要一起拍 哇各拍各的 拍你的我拍我的 對然後變成是一個合奏 是的 好棒喔我們可以拍拍子結奏合奏 好 那我稍微區分一下等會我用彈指的好了 那我還是拍手好了 好沒問題 好 所以小朋友你們可以先把自己的練熟之後 然後再邀請弟弟妹妹或是哥哥姐姐或者是爸爸媽媽 那就可以一起來合奏 一起來合奏 好那我們準備囉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哇 感覺很棒耶 對 我還要再試一次 我來換一個聲音我想一下 那我還有什麼聲音可以做 好 來踏腳嗎 好拍桌子好了 欸這我覺得我也應該要換個聲音 好啊 還可以 還可以說彈指嗎 哈哈哈 好啊 欸彈指 可是彈指大小聲比較不能 對它小聲會比較沒有 但是也是可以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好 其實孩子們在家裡面其實家裡面有很多的就是 譬如說紙喝紙香 對 欸你就可以拿來試試看 拿來看那個大小聲 大聲派的時候因為裡面有空氣嘛 蹦就不要大聲 小聲的時候也是可以有不同的聲音的感覺 大家可以試試看 家裡面的東西都可以拿來試試看 都可以拿來敲敲打打 你可以看是要使用身體或是要拿家裡的器具 都是可以拿來試試看大小聲的不一樣 那我知道了 我如果大聲我有兩隻手彈指 小聲我就一隻手 欸 好 很棒厲害 好 1 2 3 4 5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哇好棒喔 感覺也很好 對 那也可以配歌曲來唱啊 我們來配歌曲好主意 真的 真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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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它分别代表了八个拍子 那今天这八个拍子就很像我们的心跳一样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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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可以决定它什么时候是有声音的什么时候是没有声音的那我这边呢贴了八个点点表示这八个声音都是有声音的 听我做一次哦 听我做一次哦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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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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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7 8 9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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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好 所以呢 当你在创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自己思考 你是不是每一个 这个八个 格子里面都要有声音 那如果有声音的话 你是想要有大声 还是要有小声 那你要怎么样的排列顺序 你都可以想一想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想想看另外一种 好 另外一种 当有些地方我没有要让他发出声音的时候呢 我可以怎么做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看一下我是第一个 有一个 算是大一点的声音 2跟3都没有声音 然后4呢是小一点的声音 5会是大一点的声音 6 7没有声音 然后8是小一点的声音 好 现在呢 先听我 先听我拍一次哦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那再来呢 有没有注意到 有没有注意到 当我这边没有拍子的时候呢 或是没有声音的时候 我会稍微怎么样握拳 保持一个安静的状态哦 好 那现在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来试试看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那再来呢 那再来呢 你看我故意用了两种不同的颜色 也表示说 或许我们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来呈现大声跟小声 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大声跟小声 也就是说我大声跟小声 要试试看不同的声音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也就是说呢 我用不同的颜色 可以代表不同的发出声音的方式 所以呢 来我们稍微一起想一想 首先1到8 你可以决定你是不是每一个格子里面都要发出声音 那不发出声音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个怎么样安静的手势 来表示说这个地方是没有声音的 那这个地方呢 不同的颜色也可以代表不同的声音 那大小也可以代表声音的大声跟小声 那么呢 接下来就可以请你来进行你自己的创作 创作好之后呢 记得多练习几次 相信你会跟老师一样这么厉害的 谢谢大家